不良人还有两集就要和我们说再见了 下次再看还需再等待一周 在这等待的时间内 我们不妨看一下下一集的剧情 再看预告的第一眼我就感觉快要爆炸 只因在之前的PV中看了李星云一眼 他就直接来到洛阳江里思源的老家偷掉 下一集中还有一句很经典的话等着 这些看似大局已定 但是画面一转 却来到他与漠北王后在城墙上 似乎又在商谈着什么 看着王后的表情 大帅应当是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而他听完此话后坚毅的眼神 又似乎表明愿意陪李星云赌一把 与此同时不良人也开始行动 让大臣全部归顺自己 为此他们首先感知了一件唐朝官服 虽然不是龙袍 但想必这一件肯定有重要意义 眼前的这批老臣应该都是先帝的拥促者 他们只会对李氏血脉扶手 而在他们眼中不良率却与李四元的行为无异 都是用霸道去世他们臣服 当然李星云在没有完成最后的计划之前 绝对不会以真面目视人 依旧对他们秉持着霸道的风格 面对大臣的质疑 他也不会与他们过多的争执 反而是像李四元一样 将大臣的家属全部抓起来 家丁老奴妻儿老小全都不放过 要想成就非凡的霸业 就要使用非凡的手段 为了让大臣归附 大帅不得不痛下杀手 看着满帝哭嚎的妻儿老小 即便是忠义的大臣都挺不住 纷纷跪倒在李星云身边俯首称臣 本以为这一切都以尘埃落定 可下一秒画风却突然变化 漠北大军袭来 而他们所攻击的对象却正是李星云 他单人持刀站在皇宫广场之上 满帝皆是守卫的尸体 而就在漠北大军之中 却是一位熟悉的身影 这个人已然就是先前达成合作的漠北皇后 而他突然倒戈 想必应该是受到李思源的影响 对于这个满是利益的战场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相比于李星云的条件 李思源的肯定更为诱人 所以才让他不惜破坏合作关系 与李星云为主 这时突然给到望在一个特写画面 他的脸上满是惊恐 眼睛之中毫无神器 似乎意味着多年谋划结成一场空 而最后的画面来到皇宫这边 朝堂上的臣子都换了一样 随着大门的黄缓打开 身穿黄金龙袍的李思源黄缓走近 这里却不见大帅的身影 只是有一点不是很明白 大帅明明拥有可以单挑众人的力量 为何还要任凭李思源登基呢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这是大帅的一步棋 还是李思源真的称帝了吗